一到两周之后我想可能会有这个上升 会这么说不是没原因 本土BA.5一口气多了9人 而且都集中在北部台北跟新北各有一起家庭群聚 总共有4人感染BA.5 至于散发个案台北有3人 桃园则是2人 症状都是轻症发烧喉咙痛跟头痛等 因为自行到医院PCR才会定时发现 社区当中应该有一些多点的一些散发的一些这个传染链在进行 大概这一周有增加有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形 不过也目前还是据少数占全国的5% 北部这9起个案及匡列20名接触者 其中还有4人检验中 从原本全国验出BA.5占比2%到3% 才短短一周要升到5% 甚至北部10% 指挥中心按照国外趋势来看 恐怕即将取代主流BA.2 病例书会开始持平 甚至会翻转 就是说有这个在从降低改成上升的一个趋势 就怕防疫松懈 因为8号来到百天以来新低 单日增加15206例本土 唯独新北超过2000例 而死亡增加26人也是85天以来的新低 本土数死亡都往下走 但面临的是传播力强的BA.5威胁 由医师引述日本最新研究 莫娜皮拉韦需要提高1.5倍 亏瑞口服药则是增加1.6倍药量 才能对抗BA.5 莫娜皮拉韦是一半就够 也不是单纯就这个实验室里头 操作病毒株跟药物浓度就可以来决定 也就是不会更改现有的口服抗病毒剂量 同时有专家认为打三剂 难以对抗BA.5 但王必胜表示现有的第四剂开放对象 不会有所调整 BA.5在社区悄悄扩散 千万别因为本土数看似缺缓 但婴儿防疫有所放松 对本新闻连至周旋SNG小组特别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